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折伏在诺森德大陆的天灾军团开始大举入侵洛丹伦王国 并且释放了致命的亡灵瘟疫 阿尔萨斯王子担当起了对抗天灾亡灵的重任 但是随着战局的进展 亡灵的军队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有更多阵亡的人类士兵和感染瘟疫的平民成为了新的亡灵 面对势不可挡的邪恶力量和失败的挫折感 阿尔萨斯的恐惧和决心导致了疯狂的举动 为了阻止北方重镇斯坦索姆中的居民成为亡灵的生力军 阿尔萨斯下令屠城 此举直接导致了白银之手骑士团被强令解散 阿尔萨斯与他的导师光明使者乌斯尔的决裂 繁荣的斯坦索姆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个副本的故事估计是魔兽玩家最熟悉不过的了 所有的背景所有的故事也被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过 今天就不谈故事本身了 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吧 阿尔萨斯在魔兽世界的这次屠城可以说是影响了未来的一切 有些玩家说阿尔萨斯的一生是以斯坦索姆一战为分界线的 其实我觉得阿尔萨斯的一生是与遇到梅尔盖尼斯为分割线 梅尔盖尼斯一个恐惧魔王在亡灵天灾入侵洛丹伦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具体负责监督乌妖王是否老老实实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散布瘟疫和死亡以及制造混乱 另一方面又使洛丹伦王子阿尔萨斯加入亡灵天灾 为了达到第二个目的就不停地说死和嘲讽阿尔萨斯 而这位洛丹伦王子血气方刚面对挑衅和嘲讽 竟然以怒火和追逐回应 陷入了和梅尔盖尼斯的无尽比赛 斯坦索姆之战在魔兽争霸3里 可能做的比魔兽世界里更加写实 也更加没有人性 因为那就是一场杀人比赛 如果说之前的阿尔萨斯因为正义感和责任心 为了拯救洛丹伦的平民百姓而努力地和天灾军团战斗 但是在与梅尔盖尼斯相遇后 阿尔萨斯的青春期逆反心理就特别的严重 任何事情都不允许有反对的声音 只能是执行他的命令 乌斯尔不同意他的杀人比赛 他就直接解散了乌斯尔的所有职务 吉安娜也不同意 他就认为爱情抛弃了他 包括后面登陆诺森德 为了士兵跟他死心塌地的战斗 把回家的战船全部烧完 甚至为了拔出双栽伤 不惜牺牲自己的老十三丘之王 这一切不都是自己捉的吗 只要他能听其中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句话 哪怕是在斯坦索姆的那个小提米 对他说的那一句 哥哥你还会回来吗 阿尔萨斯就不会走到今天那一步 可惜啊 这个在温室和权力中长大的王子 叛逆期来得太晚 也许是因为以前他一帆风顺 没有遇到过这样让他怎么也打不过 怎么也赶不上的敌人 这一口呕气 直接把整个洛丹伦王朝给呕进去 如果再回过头来看 阿尔萨斯的这次斯坦索姆的抉择 他当初决定屠城为了不扩散瘟疫 结果现在的斯坦索姆 却发现一件非常讽刺的事 在时光之穴的进化斯坦索姆中 五个瘟疫箱子不要全开 小剧情和路人甲们虽然默默无闻 但却是曾经斯坦索姆的 另一道风景和说不出的味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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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初阿尔萨斯给他们一个逃跑的机会 斯坦索姆也不会变成现在的人间地狱 如果这位洛丹伦的王子能真正地在内心中尊重自己的人民 历史就会改变 这个乌妖王还真不是靠永恒龙穿越时空就能改变得了 就算阻止了斯坦索姆 也会出现另一个这样的地方 因为他是唯一的王子 他是唯一的王位继承人 可叹可惜 那是在斯坦索姆中 惨死的人民 最最讽刺的是 Mail Guinness是无法在埃德拉斯被凡人杀死的 可惜那个蠢货巫妖王阿尔萨斯到死的时候还不知道 你都堕落到死了 人家Mail Guinness还活着呢 投赛 赵 赵 赵 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